真正的牛北套就是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你真正要找到自己才能自信 你真正能够做自己才能活出个未来 我就觉得吧 纯属瞎扯 很多人呢 自己不会打猎 要被剪别人的瘦牙 狼心看 人家是我妈的牙呀 这追着你一路你是很寻险的呀 有一些原始人我们咋的 我们就不会打猎 但是我们运气特别好 我们活下来了 那我就不能插根毛 带根牙展示自己能活下来这件事吗 能啊 你有没有想过 通过购买时尚单品 根本不能够使你出挑 因为其他人花钱也能买得到 最快的提升特兴的方法 就是什么呀 穿衣打扮 金钱面前 人人平等 在遥远的银河系外 有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存在着一颗孤独又叛逆的星球 它有着半黑半白的独特地理面貌 星球上只有五个生命体 他们遵循着一种古老又恋人非疑所思的系组 时不时围成一圈对着彼此大吵大闹 炒家内容包括 天文地理宇宙洪荒人文历史事情 天文乱科学技术 狂步射进人间版的风化学业产品有一个化学物 本节目由安心征服全宇宙的苏菲首席冠名播出 同时感谢一拳加C 喝美味的C 冒智慧的POW 以及黑白胡椒煎饼煎 辛辣观点秒上天 的康师傅黑白胡椒方便面联合赞助播出 好 这里是由安心征服全宇宙的苏菲首席冠名播出的黑白星球 感谢苏菲 好 同时呢 也要感谢一拳加C 喝美味的C 冒智慧的POW 以及黑白胡椒煎饼煎 辛辣观点秒上天的康师傅黑白胡椒方便面联合赞助播出 谢谢你们 今天见标美来是吧 虽然我人生中第一次跟建标大战完全没有泡他的意思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在马来西亚就第一次见到活的建标 因为他们之前是我们的前辈 然后呢 大家一堆人在那儿吃饭 那时候建标极胖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 对他没有任何气息息 我只是理性客观地勾起跟他说 我说帅哥能留个电话号码吗 然后建标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 说什么 说我从来不理有夫之妇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跟所有的男生都说过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性赞美 你们都转成这样了 肯定这辈子威威女生要过电话号码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她还特别正经地回答我 我就再也不理她了 我们两个重归于好 就是她瘦了之后 那个昨天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 我的经纪人回来跟我聊啊 说威威啊 这出了点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咱们的很多服装赞助品牌 已经决定不跟咱们合作了 然后她说呢 很多已经准备给你拍的时尚杂志 忽然之间也不让咱们去了 会不会是你上一期 说时尚是装备胎这件事 得罪了她们呢 我就说 她们怎么这样呢 我是那种威武就能驱的女孩子吗 我不是 我是那种 你只要特别威武 我随时可以提前驱的女孩子 我的天哪 你不是做一个 刚才正经的节目吗 是啊 然后后来我就想吧 那时尚就必须不能是一种装备的 它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需求 更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是我们人生的信仰 因为这一期啊 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时尚是一种信仰 为什么呢 第一个点告诉大家 时尚可以让人更自信 因为上一期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就时尚根本没用 你真正要找到自己 才能自信 你真正能够做自己 才能活出个未来 我就觉得吧 纯属瞎扯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面对镜子 仔细发掘自己的特点的时候 会发现 我们最大的特点 就是没特点 我们最大的天赋 就是没天赋 有一些人说 哎呀你读书了 有才华了 你就可以像职中那样 表现自我 万一他一本书都没读过 见书就晕呢 你想一本时间简史 我十多年前就买了 现在只看过风情 那么这种人 他是要让别人注意到 他怎么展现呢 最快的提升特点的方法 就是什么呀 穿衣打扮 这只要花钱就行啊 金钱面前 人人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内心的梦想 不用自己实现 服装帮我实现 这种最快点满的天赋点 并迅速能向外人展现的东西 那就是时尚 好好看啊 好 那么请接着我们再想啊 上一集我们还说了 时尚最早的发源 那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装备的 华士 为什么呢 它实际上 是我们天赋弱势的一种弥补 啥意思 就比如说兽牙这事吧 我们有些原始人会打猎 有些原始人我们咋的 我们就不会打猎 但是我们运气特别好 我们活下来了 那我就不能擦根毛 带根牙 展现自己能活下来这件事吗 能啊 这不就是补足了我的天分吗 而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原始人 不就是靠着这种自我激励 才死体赖脸的 重活到了现在吗 才有了现在的社会呀 那么同样的 就是过去的女孩 她们经常 头上都会插什么东西啊 不摇 就那种哗哗哗甩的玩意 好 她为的是什么呢 李琳告诉我们 规范动作 比如说我们节目有一个倒霉导演 叫李楠楠 永远讲心头就要炫一下 我说妹子 来给哥甩个头子 好炸 给我甩一个 大拟能不能不摇就不行了 耳前的这么长 这单子插的这儿这么长 对吧 我说楠楠 我叫你呢 哎 哥你别着急 我这就回来了 我呀一会咱们俩 在这儿就说话 你看你 哎呦 哥是你呀 这很好 你看带两个特别长的耳锥子 弄一步摇 我说李楠楠 哥 就是这个结果 看到了吧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有什么呀 淑女气质嘛 嗯 意思说 居仪器 养仪体 意思就是 你日常生活的环境 你的配饰 着装 都会在无形中 改变你的行为 从而影响你的思想模式 我们就会发现 时尚的确 给人制造了幻觉 的确没有吃喝拉撒 这样的实际用途 可是这种幻觉 你要知道 人的心理机制 有一种东西 叫做粉红色泡泡 是什么意思呢 防止我们知道 关于自己的真相 就是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 其实比拍照片的时候 要好看 对吧 你经常 看到镜子的自己 会觉得挺好的 拍出来说 哎呀 什么拍照技术啊 平常人眼是自带 百分之三十的美图 修正功能的 它会使我们看起来更好 那我们对自己的行为 其实会比别人 对我们的行为的评价 会怎么样啊 更高 我们会觉得自己 更有能力 好 这个实际上 就是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幻觉 幻觉使我们存活 而且存活的自我感觉 相当良好 这其实某种意义上 就是信仰啊 而人类始终需要 信仰的力量的原因 是在于 他们可以使我们 超越现实 相信一个幻觉中 更加美好的自己 和世界 所以时尚 就是一种信仰 好 来 我们来谈那个 你刚才所讲的 时尚让我们有自信 我认为时尚 不会让我们有自信 相反的 你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智慧可以让我有自信 我的能力 可以让我有自信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 我可以控制 它不会轻易离开 可是呢 时尚这种东西 不是你说了算的 对不对 时尚是由别人说了算的 我不能说我很潮 我就潮 没有这种事 那这样的话 人家就嘲笑你 对不对 要大家说你潮 你才潮 也就是说 你是可以一夜之间 从最时尚 变得最不时尚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众人能洗你 就能厌你 他能抬你 就能踩你 这时候呢 你追求时尚 对我而言 就代表 我最有自信的这一块 是操控在别人的手里的 而我对别人 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 所以我觉得不对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自信 时尚应该是他最不自信的一件事情 OK 这话要在讲啊 因为你是否时尚是由别人判断的 所以他不能让你更自信 却直中 这个说法 跟文科类的才华很像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人文笔是不是好 主要由谁判断 别人判断 你自己觉得自己文笔超好 是文学大家 别人未必这么觉得哦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文学才华 实际上也是怎么样的 被别人评价的 但等不等于 文学才华不能使人不自信 不会 文学才华也会让人自信 所以 由于被失败也判断 所以人就会不自信 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像才华也好 文笔也好 起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不可复制的嘛 但时尚这种东西 特别容易复制 时尚单品买一下 也是每个人都有 同样的东西 那同样的东西 怎么可以说 这是一种制造 让每一个人 有同样的自信呢 时尚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买到那个包而已 我们看到很多土豪 买到了很多爱马仕的包 但大家依然觉得它很蠢 对吧 依然不会觉得 它是时尚爱靠 而很多的爱靠 他们也没有用最贵的东西 但是却让人觉得 哇 开启了新视野 所以关键是看嘛呢 搭配咯 而搭配 其实是不可复制的 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改动 而这种改动 就是我们的时尚的认知 所以你所谓的 时尚很容易复制 才华很难复制 完全不成立 他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很时尚 我不气息 他也正是品牌 什么鸡贼呀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讲 他不仅有内化作用 他外部也有作用 时尚其实是我们的一种 社交方式 啥意思啊 第一 它加速了别人对你的了解 万一了解得不太好 还能制造社交话题 很简单 我们一群陌生人在一起 我们怎么样猜对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本上我们会用两条 第一 聊星座 对吧 第二 聊包包 包包不成聊衣服 衣服不成聊皮带 我就不信你能裸奔着出人 聊星座的好处是什么 永远不出人痛处 你是哪个星座 天蝎座 神秘性感 心里美 皮肤的 对吧 我是巨蟹者 顾佳 谁会说自己不顾佳 哪怕有特别轴的人说 我不信星座的 我也不顾佳 但是你还没到年龄 看上升呢 你有得转呢 好 聊时尚话题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举最不时尚的 黄直中为例子 我们说 直中今天这件西装不错 兔子配得特别好 对 兔子配超好 就是像你长得这么让你的裸感无感的男人 他有了兔子的小兔子之后 居然都有几分性感 有人这样当面骂人吗 就你会发现你不摄一套任何的内核 就可以跟他胡扯很久 这是我们摄跃交特别需要的胡扯技能 好 同样的 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啊 摄跃频率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就是时尚可以使人啊 迅速地交上朋友 在人群中筛选出你最想交往的那个人 啥意思呢 就是萧萧说啊 他第一次过来 就跟我搭讪的时候 完全就是因为我的服装造型 然后他说啊 在那一群充满了正能量 然后打扮到特别阳光的选手里 只有你一身黑衣 披着个羽绒服 像一个特别和蔼的蔡小大妈 所以我就觉得跟你聊聊比较接地气 所以根据外表来筛选 那些我们可能不太会交往的朋友 也是一种节约社交成本的方式 它是有外部作用的 这个太悬了 我们平常会说 以貌取人不是一句好话 而且以貌取人会让我们丧失 跟很多真正有趣的人交往的机会 其实没有了 很简单 首先你承认时尚是有一定作用的 它不是毫无作用的 可以破冰 你比较不爽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不爽的三个字叫贴标签 就是凭什么我穿成这样 我穿成西装格里 你就认为我是一个严肃的人 说不定我有一个奔放的内心呢 对吧 那种看起来平时天天穿西装的人 说不定内心超狂放 有可能 该就怎么样 其实很少 大部分连下班都西装格里的人 可是他生活中就是那么刻板 这是大多数情况 所以我会错过一些特例了 没错了 可是我更多的生活 在普遍的概率之中 不会更节约我的成本吗 我真棒 我真棒 晚威 自从你做了这个节目以后 自己夸自己的比例 大大的提升了 我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以及领长 那么同时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时尚这个东西 它也反映着我们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解 啥意思呢 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下 时尚会有不同的体现 在1926年 由美国的经济学家泰勒 曾经提出一个叫做裙摆指数 它指数表明呢 裙子的长度 在经济上下幅度的时候 女性的裙摆长度 也在正相关的上下幅度 啥意思呢 很多人说啥要正相关呢 很简单 经济特别繁荣的时候 经济起来了吧 所以女性的裙线就开始怎么样啊 上移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人们心态更加乐观 社会更加开明 有更多的职位提供给大家 女人要出来工作了 她们更加自信了 所以愿意展示自己的身体 那么经济下滑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就是女性的裙摆就会下滑 往下走了 OK 好 因为那个时候呢 经济萧条 更多的希望女性回归家庭 因为社会上不给她们留那么多的岗位了 这是不是就充分说明了 时尚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一种形态的内心反应啊 OK 好 但是呢 它并不是完全反映社会本身 当现实让我们不满的时候 我们不能完全地去反映它 我们还要跟它怎么样啊 对抗 于是就有了什么呢 比基尼的殉道者 1907年的时候才刚刚出现比基尼的雏形 但是那个时候 即便是西方社会也非常的保守 你游泳的时候啊 大部分时候还是要求你长衣长裤的 就是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女性游泳者 身穿游泳衣去沙滩上游泳 结果在波士顿的海滩上就直接被逮捕了 弯起来了 好 之后不断地有女性穿着比基尼出现在沙滩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第一好看 第二我展露我的身体并不可耻 OK 社会不允许这样 可是我内心超级想反抗这样的社会 它不断地被警察逮捕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冲上了沙滩 穿着了比基尼 才拯救了你们现在的男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种比基尼看起来只是女生爱美 但是它在一部分上 是不是提高了女性的自主权利和社会地位 我的身体在什么时候展示 由我来主宰 所以这就是服装引领社会 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抗啊 而我们中国难道又没有这种情况吗 当然有了 比如说校服 我们但凡穿过校服的人都知道 校服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服装 最浅的肉属 对吧 各个学校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哪进货的 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渠道 它保持了工作量的稳定 以及货源品质一直都很低 就实际上最不能想象的颜色组合 它通通都跟你组合在一起 而且呢 款式基本上都是肥大的运动裤 加肥大的运动裤 就认你神一样唯秘的身材 都得毁在这套里面 但是中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不愿意 在我们那个年代起 对吧 大家就开始不断地反抗 比如说男生喜欢一只腿挽起来 一只腿放下去 展现自己不羁的性格 对吧 好 女生夏天的时候会买小一码的款式 展现自己玲珑的身材 我见过最潮的同学 曾经把书本包在校服里 当手包用 所以你说怎么写 现实绝对不会让我们屈服 我们一颗勇敢反抗 展示自我的心 在校服里蠢蠢俱动 你会发现 就是它其实现实的反现 也是对现实的怎么样 对抗 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 鸟为食亡 而人不仅仅会为 吃一口 穿一口 这么简单的物欲所死 我们还会为 虚无缥缈的精神所死 而这种死 就叫做牺牲 而牺牲本身就是信仰的 构成部分 为什么出新鸟 你把我们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镜片里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不敢齐齐 我探讨一下 探讨一下 所以就不站起来了 那你说一直在追求时尚是吧 永远领先你半个马身是吧 追得好累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弄一种更好了 大家更能接受的东西呢 也不是落伍 也不是时尚 而是经典 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经典呢 而且追求时尚呢 时尚这个东西永远追求不完的 既然是追求不完的东西 它就是无意义的呀 其实我觉得李琳 你这个观点是有点奇怪的 就是追求不完 追求不到的东西就是无意义的 那你其实就认为信仰是无意义的 我不是无意义的哦 你像孟子经常说一句话 后半句话我们是不知道的 说血海无涯 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血海是无限的 我们应该去努力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但后半句大家都不知道 孟子告诉你 既然他是无意义的 学点都够了 别玩命学 玩命学是傻子 这人时尚是一个道理的 那李琳啊 首先呢 就是血海无涯苦作舟 然后其次呢 就是你说那无意义的是庄子说的 在《逍遥游》里面说的是啥呢 是五生也有涯 五之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代以 这完全是两句话 好吧 K.O. 就是很多信仰你追求不到的 一辈子实现不了的 由于它实现不了 所以我们就不去做了吗 这是一个很怪的逻辑 它不符合信仰 信仰是什么 第一 我坚定它 认为它一定会实现 你跟我说什么都没用 我看不着也没 也不能影响这一点 OK 然后第二 我不会因为它太遥远 太少人能实现 就放弃它 回归到我们生活中的小事 有人的人生梦想是做一个科学家 于是他学了理工科 他念到了博士 然后他很辛苦地开始当马农 然后可能终其一生 他都是一个平凡的马农 但是你能说他成为科学家的这个梦想 就对他的人生没意义了吗 不会 不然的话他根本不会太上条路 所以我们对信仰的理解 跟现实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信仰是坚定的 是不需要去论证的 不用去推理的 我甚至不需要看到它的结果 因为我知道它在就行了 我都得到它这件事 不重要 要不然你这几期变得越来越时尚 你知道吗 谢谢 你们说我时不时尚 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这两期 看似在探讨时尚 但我觉得 我们在探讨的是什么呢 是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人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 我们吃饱了 不够 我们还要吃什么呀 吃好 食不厌惊 对吧 我们住暖了 不够 我们还要怎么样 住得豪华 我们自己走路 不行 我们要骑马 骑马说先马跑得不够快 我们发明汽车 汽车现在不够快 我们发明飞机 对吧 甚至就是说 现在已经开始什么 要上天了 要去宇宙了 那我们穿的 仅仅是保暖或凉快 不够 我们居然还要穿的美 还有美出不一样的风采 所以很多人说 人在衣食住行这方面 比动物要求多 所以人类贪心 其实不是因为人类贪心 是因为人是一种不甘于形容的生物 所以简单的来说 人是一种需要信仰的动物 而时尚就是穿在我们身上的信仰土土 首先我们要感谢安心征服全宇宙的苏菲首席冠名播出 感谢你们 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一拳加C和美味的C冒智慧的炮 以及黑白胡椒煎并煎新辣观点 秒上天的康师傅黑白胡椒方便面 联合赞助播出 感谢你们 太有空累了 这里是黑白星球 我是马薇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黑白观点 请关注长阳公园东七门 马薇薇官方微信 一起倒着看世界 微博参与黑白星球话题讨论 是赞是彩 是黑是白 任你说 中国足球这几十年来 从来不缺乏关注 我们一直盯着骂他们呢 中年都没有放过他们呢 中超为什么烧钱 很简单 它的目的啊 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为了中国足球 你中超烧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病急乱投医 找了老中医 治标不治本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章业逻辑 对于真心体育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 同样呢 烧钱还会有一个马太效应 我们知道什么叫马太效应的 平常就是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就是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 都不是咱中国人自个儿进的时候 全都是挣着人民币的外国人民 捡进球 中超烧钱呢 其实没有办法提高中国足球的成绩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用人民币解决了中国足球 这个世纪难题 这个人就已经有给你带来的 在这些数换 都上过来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